大家好,我是Dan QWER是由两位直播主 一位网红娘娘娘娘娘 和日本NB48出身的韩国成员 喜安所组成的四人爱豆乐团 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成员中有两位直播主 而在韩国 直播主的部分印象就是 有点故意穿裸露的衣服 获取男观众们赞助的形象 而且成员QWER曾经也说过 自己是粉配蜜的人 所以在部分女超网站 就很不喜欢QWER 反过来在男超网站就很受欢迎 前一阵子巴黎奥运 韩国射箭金牌选手 因为按赞了臭胆的照片 就收到了很多恶评 不过目前因为歌曲 孔敏军动的人气 QWER在路人之间的知名度 也是大幅提升了 然后在今天 QWER的所属公司 遭到涂鸦攻击而引起了争议 8月24号 在韩国很多论坛出现了标题为 引发争议的QWER所属公司 QWER遭遇涂鸦袭击等贴文 在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位于首尔市江南区的 所属公司外墙上贴着QWER成员们的照片 但照片被涂上了红色油漆 并写着英文fake 就像开头提到的一样 QWER是被女超网站讨厌的女团 所以在涂鸦事件发生后 以南超网站为中心 为什么要这么讨厌QWER 至于这样吗 则骂女超网站的声音就变得很大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们指出 明明是涂鸦事件 为什么QWER成员们的脸部 都没有被乱涂上 只是从上面的油漆留下来而已 而且窗框都异常干净 甚至除了fake之外 没有一句其他的脏话 最重要的是 有照片的这个地方非常高 所以一定要使用梯子 监控就在这个地方 一个路人拿着梯子 避开成员们的脸 没有弄脏窗框的涂鸦攻击 所以就有很多人质疑 这个涂鸦事件 是不是公司自导自演的造假营销 对此搜索公司对媒体表示 正在确认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通常如果有人真的不喜欢某个人 应该会直接在脸上涂画才对吧 如果这真的是自导自演的话 真的会让人非常失望 造假这种事情 通常是指经纪公司先吵话题 才会被认为是造假 只是路过的人拍了照片 然后上传到网上 凭自己的想象说 看起来像是被攻击了 这怎么说是经纪公司在造假呢 前面就有监控 只要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还在说确认着 不管公司是不是故意的 反正宣传是成功了 不过 不管之前做BJ的时候做了什么 现在也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女爱豆 而只是一个乐队组合 为什么女超网站 还是这么讨厌她们呢 QWE下个月要回归了 会不会是她们的新歌歌名是fake呢 所以 对于QWE的涂鸦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拥有反转魅力的Omtego 和爱豆出身魅力丝射的韩苏娜 主演的一部浪漫喜剧 男主侧计划 曾是斗牛犬帮派的头目 昔日他一身黑色服饰 凌厉的外表让人不寒而栗 似乎天生就是黑帮的好人才 然而这个前黑帮老大 如今已经走上了正道 虽然他仍然穿着黑色大衣 外表看似冷酷无情 但自从击败了猫咪帮派的头领 回养以后 他便选择了退出江湖 现在他成了一家肉制品公司 口渴的路的代表 为了帮助那些曾走上企图的人 他雇用了多名有过前科 但已经改过自新的前组织成员们 然而他的这个决定 使他再次引起了老对手的注意 因为公司的一名员工突然失踪 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往日的宿敌 他走进了猫咪帮派的夜总会 试图找出线索 却意外地与尔娜相遇了 两人的出狱并不浪漫 甚至充满了误解与尴尬 尔娜误以为 奇欢就是一名黑帮成员 因为他的外表和气质 完全就是一名典型的黑帮形象 而奇欢则因为尔娜的随身物品 五颜六色的药片 误以为他与猫咪帮派有所牵连 先生怀疑更是威胁他 不要再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尔娜害怕地跑掉了 但实际上尔娜是一位 被称为迷你姐姐的儿童内容创作者 他全情投入精心制作各种道具 拍摄了许多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影片 然而他的制作公司 并不看重他的创作理想 只在意他的订阅量排名垫底 想让他转型向更商业化的作品 这种理想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让尔娜陷入迷茫 导致他的工作表现频频 甚至被认为是公司最差的创作者之意 即便如此尔娜没有放弃 这天公司安排他 参加即将举行的儿童食品节 他满心期待地准备着披萨制作课程 好巧不巧口渴的鹿公司 也参与了这次活动 推出了全新的儿童香肠产品 但是由于员工们的特殊背景 他们的摊位收到了家长们的质疑与拍斥 就在这时 齐桓的员工与一位愤怒的父亲产生了冲突 关键时刻 尔娜出面平息了纷争 缓解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当齐桓感到时 他已经成功地安抚了所有人 并继续他的披萨教学 看着这一切 齐桓感慨万切 他意识到 尽管这些改过自信的员工 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他们的过去 依然是难以抹去的标签 看着与孩子们一起玩的尔娜 齐桓的心里萌生出不一样的感觉 这奇妙的感觉让他惊慌不已 为了保持风范 他戴上了墨镜 打算回到活动现场与组织会合 这时 齐桓和尔娜的命运再度交织 尔娜不小心伤到了齐桓 齐桓一眼认出了他 因为刚才的微妙情感 他下意识地避开尔娜 并表示自己没事 就在这时 齐桓脚下一滑 差点从楼梯边缘跌落 紧急关头 尔娜抓住了他的胳膊 在慌乱中 他的墨镜掉落 露出了真面目 想到之前的威胁 尔娜惊慌失措 最终松开了手 两个人将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韩君 李难替这个典娜 李难禮 鬼鬼 Obi 鬼鬼23 鬼鬼鬼